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婚线啊 结婚线两条长短不一并且不平衡啊 那么这个就是叫婚姻当中没开二度啊 容易有两次 这万般都是命终究是逃不过啊 长短呢 基本上是不一 跟小指根部到感线 那么本来是平衡的话是均分为三等份啊 那么这个如果是不不平衡的话 就容易离感情线近一点啊 这个就容易早恋 容易啊早年了 这个年纪轻轻烂桃花就比较多啊 婚姻呢 或者是早婚呢 之后容易离婚啊 就这种一种情况 结婚太早并不是好事啊 那么感情线呢 对婚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是感情线出现两条啊 像这种错开的两条 那么也是容易出现一种 这个长期分居导致 甚至容易导致离婚的状态 离婚难道白头 玉珠纹啊 这个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情况啊 它起于前宫 并且进入离宫 甚至触及到中指根部 这被称为什么 通天文 通上前和下前 通天文呢 一般的胸怀大志 才华横移 这个横心呢 也是非常的持久 能力非常强 事业容易有达成 甚至容易有大富的一种感觉 这是通天文 给人的一种 这个运势的信息 好了 有关这个感情线 婚姻线 以及通天文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提昂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